大家好,我是Able 雖然WATCH AS A WONDER已經結束了一個月 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有十隻比較有爭議性的換錶 我會分開兩集說 今集我會先說五隻 第一款大家可能都會猜到 我一定會說奴歷士的Day-Day Enable Puzzle 這款換錶有些朋友覺得很肉酸 但也有些朋友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奴歷士最有創意的作品 很多年都沒有見過奴歷士 有這麼大膽、有創意的換錶出現 我個人很喜歡這款錶 有幾個原因 第一,它的尺寸是我很喜歡的36mm 今天也是很適合時尚 而且適合男士或女士戴 第二,它用了挺有意義的英文字 代替了一星期的七天 再加上那些圖文字 也很有趣 讓我們看到有時都會挺開心的 雖然因為它這個設計 基本上你沒有了Date-Date的功能 但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無限的話題 另一樣我覺得比較吸引的 就是這個錶的定價分別是 黃金五萬二千五百元 瑞士法郎 還有這個紅金或白金 是五萬五千三百元 瑞士法郎 至合港幣大概是四十七萬 到五十萬左右 以努力士的牌子 加上這隻是一隻法郎的錶 我覺得定價真的比較克制 我聽到很多做二手錶的朋友都說 他們都估計這隻錶一推出來的時候 二手市場價至少都是兩至三倍 如果你這麼幸運 可以買到一隻的話 那就真是恭喜你了 第二款我想在這裡說的碗錶 因為它有一個很強的背景 1976年的時候 IWC推出過一款叫 Engineer SL的碗錶 這隻碗錶 三隻其中一隻 就是由大師 Gerard Genta 去設計的所謂的 Luxury Sports Watch 就是奢華運動錶 另外那兩隻就是 外比的Royal Oak 以及Pardafelb的Nautilus 這隻錶它的定價 鋼板是91500元 而這個泰金屬板 就是港幣114000元 有些朋友就覺得 這個定價就非常之進取 因為這個IWC的 Big Pilot 43毫米 配合一條鋼的錶鏈 它的定價都是75600元 而那個Porgegezer的計時錶 同樣也是一條鋼的錶鏈 就是定價75400元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工程師的定價 真的非常激烈 雖然這隻錶真的很漂亮 它是其中一隻 伏黑板 是真的比原著更漂亮 還有加上 今天也有一個 In-house 更改善了機身 整體來說 它的造工是非常之上乘 如果它的定價是 像Big Pilot 以及Porgegezer 就是那個級別的話 我相信 要賣這個錶 都不用考慮 立即就可以去下訂 講第三款 比較有爭議性的換表 我覺得 就是Tag Hoyer 新的Carrera Chronograph 的Glass Box Carrera 就是Mr.Jet Hoyer 以及他們當年的獎台人 在1963年的時候 設計和推出 今年Tag Hoyer 就選擇 在他們慶祝60周年的時候 介紹一個新的殼型 我記得 在日耐雅標展之前 我在新加坡的LVMH 標展那裡 就有機會看到 這一款新的Carrera 用Glass Box 我記得當時 現場幾位媒體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大家都覺得 好像舊款的Carrera 標殼 比這個新的標殼 這次在日耐雅 我就有機會 更加詳細 更加仔細 去看這一款換表 這一款 39毫米直徑的鋼 我自己越看越喜歡 因為它有一個Glass Box 就是所謂拱形玻璃的設計 這個拱形玻璃 那個靈感是來自60年代的 那些Hastalite Crystal 即是那些油肌的樹枝玻璃 就不是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看到的藍寶石水晶玻璃 這一種的玻璃標鏡 是特別有復古的感覺 是很有味道的 Crystal即是那個標鏡 還有一些放大的效果 而在那個標盤的邊緣 就是那個拆觸器Tachimeter 整個拆觸器的黑度 是變得更加容易讀 還有看上去就很聰明 雖然這個Crystal的風格 就是復古 但是它的機芯 是新的 都是基於這個Hoyer II的機芯 作出一些改良的 它是令到上年的 它們的精準度更加高 所以從而幫助錶的準確度 是更加準確 以及可以有80個小時的動力儲備 這一錶的定價是港幣51900元 我亦都覺得是一個非常高性價比的計時錶 第四款我想說有爭議性的碗錶 就是萬寶龍 跟Mond Blanc的18500 Jules Freer Zero Oxygen South Pole 這個南極的是他們的Boutique版 即是在他們專賣店裏面才可以買到的 在2022年的時候 Mond Blanc就介紹了這個 Zero Oxygen 即是靈氧氣的一個 Feature 在它的碗錶那裏 今年在那個日耐亞標展那裏 我就有機會跟兩位 來自這個萬寶龍的Vilibet 工作坊的制標師傅 我就可以跟他們聊天 就問他們 關於這個靈氧氣這個標學的一個功能 他們就解釋給我聽 原來靈氧氣是真的有一個實際的用處 他說第一 就可以避免當隻碗錶 非常之大的溫差 或者是非常之大的壓力差的情況下 是出現這個霧氣在那個錶面上 第二 當我們抽完所有的氧氣 從那個錶殼抽出來之後 悲心更加不會有氧化的問題 所以是令到它可以運行得更暢順 以及一段更加長的時間 都不用擔心會有氧化 萬寶龍也找了這個攀山的專家 Nimdai Perja 在這個攀登珠穆朗馬蜂的時候 帶著這個Zero Oxygen的碗錶 去證實它的功能 這隻碗錶的定價是五萬八千元 既然它有一個太金屬的錶殼 還有這一隻南極的特別版 是有這個Glacier 即是冰川藍色的面 是很漂亮的 它是獨一無二的南北半球世界時的顯示 以及第二時區 我覺得這本滿錶 都是其中一本非常之高性價比的作品 來的 第五隻 我想講講的一隻比較有爭議性的 就是這個Saneth Pilot's Chronograph 根據真歷史講 這個Pilot這個字 所以他們在1904年的時候 就已經註冊成為他們的相錶 即是Trade Mark 所以他們是唯一一隻品牌 可以在他們的碗錶錶面上 印這個Pilot這個字 究竟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這個我寧可信其有 但是未經證實 2023年他們推出這個新的 Collection 就是叫做Pilot's Watch 它這個Collection裡面 是有40毫米的自動錶 以及有42.5毫米的計時錶 兩款都是有鋼殼 和有鈦金屬殼的選擇 亦都是搭載了他們品牌 最出名的高震盆 36,000轉的機芯 我就想集中講這個 有非反計時功能的計時錶 我自己覺得 它這款計時錶是做得非常之好 好,它的Start-Stop-Reset 是很暢順的 這款碗錶本身 還有一個大日力的功能 還有它這個大日力 還有信跳 它的信跳是快得非常之厲害 在每晚的午夜 它只需要0.07秒 伏一聲就可以跳到下一個日期 因為碗錶的定價 大概不到10萬港幣 跟大家見面 拜拜